反服貌學生佔據立法院議場 到現在已經兩個星期了 有勞工團體代表出面 呼籲學生退出立法院 還將要在今天號召千人前進立院 而特別引人注目的是 綽號白狼的張安樂 他說自己雖然不會參加 但是絕對立挺 大聲呼口號 要大家聽到挺服貌團體的聲音 包括台灣勞工福利聯盟等團體 三十一號舉行記者會 強調三一八學運延續兩週 還引爆三三零黑潮抗議 立法院因為少數人陷於空轉 服貌條例迟迟沒過 對台灣影響很大 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白狼張安樂 也出席記者會立挺 我們台灣人可以走出去以外 我們在台灣自己本身 會增加很多很多的就業機會 所以我覺得是贊成 還是一句話 今天反服貌 明天會後悔 台灣勞工福利聯盟表示 四月一號將發起遊行 號召超過千名挺服貌人士 下午一點半 從監察院出發 前進立法院 要和反服貌學生團體進行對話 勞工朋友還有呢 今天參與的學生代表 都能夠號召大家 明天一起跟我們來前進立法院 來和這些學生來展開對話 至於當天的遊行 是否有幫派成員參與 張安樂否認 應該不會啦 我這樣講 會有很多群眾來 來多少我們也不知道 勞工朋友以他為主 對於盛傳挺服貌人士 打算攻佔議場 甚至於立院學生發生衝突 轄區台北市中正義分局表示 目前還在瞭解 收集相關情資 會密切注意發展 記得陳嘉欣 林志堅 莊志成 台北報導